但凡你想做个好公司 不碰技术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自建团队 养一中流 搞萨斯化 自己养个50人团队 我就找死 因为第一个我不懂 我还在指挥的一帮 不懂装懂的人 两三年之后 几千万就没有 而且到大概率 最后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好理解 所以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当然以前我也这么做过 确实也赔了不少钱 那很多企业 想要自己研发技术 通常建个三五人研发团队 多了建个十人研发团队 但你发现成效甚倍 因为凭你点十人研发团队 也研发不出来个啥 顶多做点应用而已 但是十个人 一年花了三四百万 各种的工资 成本研发的这个投入 四五百万 五年两三千万就没了 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同学 几乎没有看到哪个同学 靠自己搞技术搞出来 这个难度太大了 因为你无法跟一些 真正的技术方 他的投入相抗衡 你想想那个大学 人家搞个技术 是国家力量在支持 华为搞个技术 那是因为每年 有几千亿的产值在支持 是不是 这是成本非常高的方式 而且一旦自建团队 各位同学 你的技术研发速度 一定是最慢的 为什么这么讲 一旦自建 研发成了干嘛 下一个干嘛 所以能三个月干的事 有可能被动起来 五六个月干成 这都是有可能 我就有在广州讲的时候 浩云科技的这个毛总 他们公司研发人员 七百多人 也是个A股 创业板上市公司 他听到之后 冷汗就直接出 毛总回去开始 要做变革 因为确实他发现了 怎么原来速度很快 效率都很高的 怎么越来越慢 人力成本越来越高 整个公司赚的钱 基本都花了人身上去 就是这个问题 到他那个阶段了 当然他的产值 也没有那么大 六七亿的产值 到他那个阶段 都不能自建 那么大的研发团队 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技 各位 你不要想象的 遇到一个教授说 教授 我请你出山 到我的公司出任CTO 你来建一个团队 哥们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方向 第一 你很难承担这个教授成本 第二 即使你咬牙承担了 它的效率速度 一定会比原来慢 慢很多 第二个 买断技术 也是个很愚蠢的方式 除非这个技术非常便宜 但就算它便宜 你跟这个技术方的源头 也切断 这个技术 持续的升级迭代 你并没有能力去负责 所以一次性买断 这也是很笨的一种 合作方式 你确实要拥有这个技术 但记得 不是一次性买断 第三个就是 研发成本的内化 叫做说 以后的升级迭代 我放你这 研发成本内化 你hold不起 整个的升级过程里面 它的投入是 潜在隐性和巨大的 所以在早期 最优的一种合作方式 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往往很多人就忽视了 就是技术入股 什么叫技术入股 说两点 第一点 入什么股 我们现在是一中流 遇到了一个手机科学家 他有个一中流 非常看重的技术 怎么入股 入哪里 常见的错误 就直接入一中流 不能入一中流 因为一个新技术 能不能以后商业化 是个不确定性的事情 好理解吧 所以对两边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不确定的事 你现在一个亿的营收 一千万的利润 是老业务造成的 它这个技术 能把你带到下一个赛道里去 下赛道你预测 未来可能会有几亿 营收几千万利润 但那是预测 好理解吧 所以第一个 你的价值没法评估 第二个 它的价值没法评估 如果你硬要把它的技术 入股到你的公司里面去 这个会非常糟糕 造成很大的隐患 第一个 这个技术没成功 但这个教授 签了你的存量 而且它这个技术 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他也会觉得非常可惜 反向觉得很不值当 第二个 万一这个技术做大了 这个教授 有非常大的动力 给你签班 为什么呢 他就被你占便宜了 早期你营收一千万的利润 但后面的九个亿 都是靠我这个技术干起来 但你只给我 获得了一点小小的股份 那未来的技术 你不用想了 2.0% 3.0%技术 我都要出去干了 所以无论做不起来 做得起来 这种入股方式 都是一种非常差的 糟糕的侮辱方式 所以遇到一个教授 到底怎么搞 就一条路 哥们 我的商业化运动能力很强 你的技术能力很强 咱俩搭个新平台 你控他餐 他怎么餐 他不用出钱 他把技术折股进来 折到这家公司来 你呢 拿自己的产业资源 和少部分的现金 作为技术产品化的 一个运作资金 好理解吧 用这个平台来作大 作大之后 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作大了 它成了一个上市主体了 独立上市 第二种可能性 母体也很大 子体也很大 到时候资产置换 把他的那部分 40%股份或30%股份 置换你的母体去 跟你成为一家人 一起上市 好理解吧 就算做不大 也没关系 大家就拆开 你拿走你的技术 你还有其他的选择权 拿这个技术 跟别人玩去 我也不搞这个事 所以咱俩 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我在母体一合 就拆不开了 那不好算账了 母体一合 你说历史上那三四年 创造利润算谁的 那你说你一个教授 没帮上我忙 教授说你还浪费了 我的时间和精力 那最后分骨都分不开了 那技术一直烂在这个公司 所以第一种战略 遇到这些教授的时候 早期 我在说早期 这个产品还没出来的时候 遇到这个技术方的时候 就要用这种战略 那如果他不是教授 他是市场上的一些研发人员 但你可以跟他换种方式 说我给你包死了 这个研发费用就这么多 你自己自控成本 你可以利用自己的科学时间 干很多其他的技术 当我给你包死这个时候 但切记不要研发成本内化 一旦内化 包覆全是你的 哪一天他一撤 说我不给你玩了 那些人根本管不了 那些技术等于全是个零蛋 注意啊各位同学 你早晚有一天 得用的这个事 但凡你想做个好公司 不碰技术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碰技术的方法 是最安全